今天我們要講的是第二講的 《華嚴經》進行品 這一學期的佛學班的課程安排 原則上都有兩堂課 那麼這一系列的經典的課程 課程的這個經體的前面 都加多了一句話 叫做人間佛教的經正 這是我引經據典 按照經典的 拿一些內容來印證人間佛教的思想 所以叫做人間佛教的經正 然後哪一部經 那麼從《佛說善聲經》 現在《華嚴經》進行品 然後下一週會是由滿蒂可 妙寬法師要講述的這個 妙目法師的善聲經還有一堂 然後還有兩堂的聖妙寬法師要講的這個 《維摩結經》的佛道品 那麼之後呢 最後兩堂是我要繼續 我要講的這個六主堂經 那麼總是呢 用短的時間 那麼不是講整部經典的 這個導讀的消文 而是讓大家知道 我們只是抽出每一部經的 其中的某一個篇章 某一篇 某一段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佛陀教導我們的所有的 這些教理啊 這些教導啊 全部都不離開生活 不離開生活的佛教就叫人間佛教啊 所以人間佛教你躲到深山裡頭 你離群所居 你一個人自修之了 你怎麼去修人間佛教呢 你不修人間佛教 怎麼還是佛教呢 這一點呢 我很希望我們大家要非常明確 肯定 那麼在佛光山 這個代表著 推動著 這個全世界 人間佛教的這個道場來學習 那真是最好不過了 好所以 我這部分呢 今天要講的大方廣佛華言經的 進行品 上一講呢 已經將這個 就是 從這個治守菩薩 他們請文殊菩薩 幫忙回答幾個問題 這個問題啊 其實啊 這一問真是蠻大的 有的時候我會覺得 其實 有時候佛陀跟弟子 有時候大菩薩之間 我感覺他們好像在唱雙簧啊 就是唱給我們聽的 問給我們聽的 他們哪裡不知道呢 但為了要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學習跟理解 所以必須有人代表來問問題 就像在華言經裡頭 這位治守菩薩 他問啊 要怎麼樣修 比如說 第一 這個 都是問雲和德什麼 雲和如何 雲和如何 什麼 雲和就要怎麼樣可以這樣 那第一個 十個問題 叫石雲和 這一大段 問的都是有關 我要怎麼樣做 我可以這個修到說 我的身口意都沒有過失 甚至於第十個更直接指出 我要怎麼樣修 怎麼學 怎麼做 可以做到 能夠得到這個 智為先導 如果不是以智為先導 如果不是以智慧 那是以什麼 習氣 煩惱 加上自己根基如果不夠的話 流露出來的習氣 都是愚痴 都是造業 所以這個問題是很根本的 我記得上次上課 我還提醒大家 如果有一天 你要問問題 或者說 有一天你能夠見到我們的 心雲大師 或者我們心定和尚 這都是當今的大德長老 你們見到 如果你們想問問題 你們會問什麼呢 看看 如果我們不懂怎麼問 看看大菩薩怎麼示範 發問 所以問就是深口意的修行 怎麼樣 無過失 怎麼樣清淨 怎麼更好 加上 怎麼樣 凡所有 發自我 這個人 發出來的 全部 都是智為先導 都是經過智慧的引導 然後做 然後說 然後起心動念 是經過智慧 就好像一個過濾網 通過 他過濾過的 做出來的 這樣 這個 或者說通過他的引導 這一點我覺得 這句話是很重要的 智為先導 而不要讓 他就有的這些習氣 習性 還 好像千百世來不斷輪迴 就為了這個習性使然 就是一個就有的習慣 那麼帶著我們在那輪迴 那麼翻過來第二頁 再問十個雲河 這一共是二十個雲河 那只是說這個第二頁 第二大段落的十個雲河呢 每一個十雲河裡頭都有十個項目 就怎麼做 不是 只是向著三口意 而是 這些其實是 我們修學佛法 直至成佛 所有要修的功課 列舉在這裡 十個雲河 每一個有十項 那就一百項啦 真是不少 所以上次我們講課呢 就講到了第五個雲河嗎 七絕分講了嗎 講十個善巧 第四項 好 那麼十個善巧 在講我們這個 在我們這個生命題啊 還沒有到究竟覺悟 涅槃之前 其實都在三界六道 上上下下 在流轉 這流轉的這個本體 當然是得到這個五韻之聲啊 然後六根六入 等等這些 那麼這是 然後再加上 過去現在未來 流轉之時 再加上 這個欲界 色界 無色界 這是流轉之處 我們跑來跑去 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 得一個生命體 然後出現在某一處 像這個 我們怎麼樣可以修到 讓它在這個根基啊 這些 修得再更好一些 讓它的因緣再好一些 這個就是第四 第四個 在問的 雲河得這十個善巧 那第五呢 再問 雲河可以善修習 就是可以修行的很好 修什麼呢 念掘分 折法掘分 精進掘分 喜掘分 齐掘分 定掘分 舍掘分 這裡啊 提到的是 三十七道品裡頭的 這個其中的七覺知 或者七覺分 三十七道品 跟我們什麼關係啊 各位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名像 一個佛教的專有名詞去看哦 這是很大的一堂功課 其實它就是修道的總內容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稍微幫大家複習一下哦 佛陀 在兩千五百多年前 在印度的佛提高雅 他證悟 究竟的覺悟成佛了 成佛之後 他要 他去 把他所 證悟的真理智慧 講給人聽 但是 講給誰聽 誰聽得懂呢 這可不能隨便講 隨便講啊 他聽不懂 他可能疑惑 可能 就好像佛陀跟兩個 其實最早聽到的不是 吳比丘耶 這兩個佛羅門啊 兩個生意人啊 看到佛陀那麼莊嚴 很高興來供養 然後請他教導 但是佛陀一講 這個世間不是神造的 我們的一切 我們的一切不是命定的 是由因緣法則 是我們自己造的了 他還沒講完 這兩個佛陀門 快要瘋掉了 哎呀 聖者你那麼好 但請你不要再講了 你講的讓我們快要狂亂 我不能相信我自己的行為造成我今天的結果 我不能接受 請你不要講 我是從佛口出身的 我是佛 我是從神啊 天神啊 犯天神 來的 所以我不能接受你講的 你雖然很好 但是請不要再講 不然我會狂亂 所以佛陀就知道 確實不對跡不能講 類似像這樣子啊 我們不是前兩天 在這個西洋的節日裡頭 剛過了復活節嗎 其實 耶穌基督也是一個聖人 就像德雷莎修女 也是一位菩薩來的 但是耶穌基督他明白 這個世間要有愛 做人的道理 要怎麼有愛 要怎麼樣原諒 他道理是很好 雖然他還不是道 他講的不是覺悟正悟的法 他講的是你當你做人 你怎麼樣做一個更好的人 他是在講這個做人的階段 那佛陀呢是說你做人 直至成佛的 這個長遠的一條路 佛陀講的是 為什麼叫究竟啊 他不是只有階段 方便 不是只有這樣 耶穌基督 我覺得他很辛苦 最後被定在十字架上 他的那種熱忱 他沒有晚 他講的時機對不對 對象對不對 他就講 所以引起當時的 這個不能接受的情況下 就把他當成是邪說了 所以說也是很冤枉 但我想佛陀是究竟的覺悟者 是智慧的 當他看到眾生的根基 他知道我要去找最早的一批弟子 這一批人將來會為我再傳播出去 其實佛陀所在的背景 沒有危險嗎 危險一樣很大 因為從來沒有證悟的人來講佛教的 就是佛陀的教導沒有的 當時是婆羅門 就是古印度教 一切是神權至上 誰都不可以有意見的 一樣是那樣的時代背景 所以當佛陀要去講 他有那個智慧 他觀音源 所以他決定 他從菩提嘎亞走路到陸野院 找吳比丘 就是最早跟著他 就是從王公出來要勸他回去的 那五位大臣 後來勸不回去 也不敢回去 就只好去修行去了 那麼佛陀知道他們的程度 他們對他的認識 他們聽得懂會接受 所以就設定他們為最早的地址 然後展開這條要佈交的這條路 這個距離大約就是多人多到滿地可 多人多到滿地可開車 最少就六個鐘頭 直接都不要停六個鐘頭 走路要多久呢 應該是兩個月 但是我用我們在佛光山從台北走到高雄 你開車三四個鐘頭 我是用高速公路去計算的 我們走路一個月 那更長一些 所以起碼兩個月 再加上沒有這種地圖 什麼指引 包含沒有Hotel 沒有麥當勞 一路要怎麼樣摸索著到達 所以時間要更長 一個人他明白一個道理 他要走上幾個月 然後去找最早的弟子 只為了他們會是最早聽懂的人 然後找到他們 陸業院吳比丘在那裡 當然有一些過程 但最終他們完全 就是真的被佛陀的那種 真的佛光普照所射受 成為最早的弟子 吳比丘 五個出家人 吳比丘 那也就是佛陀是佛寶 吳比丘是最早的僧寶 這個僧團成立了 那為他們說什麼呢 這個法寶的內容 角勢聖地 苦啊 是結果 已經呈現了 已經這個苦的果報啊 你接受了 就在 他出現了 所以是一個結果的呈現 是苦 是苦果 但是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苦的結果呢 他一定有原因的 他不是誰來懲罰我 誰來障礙我 造成我 不是 他有原因 那個原因就叫做疾 是你的行為造作 就好像收集一樣的把它收集了來 產生的 所以苦跟疾 也就是苦的結果 跟苦的原因 是一個苦的因果關係 叫苦跟疾 然後滅跟道呢 各位初學的人啊 不要擔心說 哎呀滅是不是消滅了 什麼都沒有 你要看消滅什麼了 如果把你的健康消滅了 那當然不好 把你的財富消滅 當然不好 但這裡指的是滅什麼 滅煩惱啊 煩惱消滅了 好不好啊 那種躁動不安 衝突對立 啊 這些都平息了 這樣好不好啊 好 滅 因為啊 就是一個樂 是不足以形容的 你有快樂 就有失去快樂的時候耶 那我們要形容那種狀態 它是一種 一種持續性的 保持在那樣的狀態 就是沒有 沒有再產生煩惱 你像我們剛剛講 我現在健康 我可能下個月我又感冒 又失去了健康 像這樣 他健康了之後又病了 健康又病了 那他就不是叫究竟健康喔 現在我們講的這個 煩惱平息的狀態 生命 是真的是急進涅槃 是不會再有煩惱 染污 衝突對立不再有了 那個狀態 叫滅 所以滅好不好啊 好 我們要跳出這個 語言文字的這種成見 概念 那麼 open mind 換一個角度去認識他 不好的事情不再生起啊 像這樣 這個是滅 但是滅那就是我們 我們用世間的語言 叫我們講快樂啊 這快樂的結果 呈現 快樂呈現叫滅好了 這個表達很不 很不夠的其實 那麼就總之 這是一個 這個煩惱平息的 這個狀態 是滅 但是到達這個滅 要怎麼樣到達呢 你要修道啊 道 就是要修 你要去實踐的 這個功課 內容 不是只是聽喔 文字修正啊 聽啊 看啊 聽了看了能夠改變你嗎 還沒 你還要通過思維 反省 這個思啊 是一種 這個反省的過程 一方面思維真理 一方面反省自己的狀態 然後呢 修 那麼就 把你所理解來的 你理解法 也理解自己的情況 然後 把它用來 怎麼講 做做看 練習看看 就好像 醫生幫你開藥方 他一定是先了解你的身體狀態 他也了解藥的性質 他開了藥方了 那再來 修 就是 你要去服藥啊 按照醫師指示服藥啊 不是你拿了幾包藥就擺在那裡 或者拿個藥丹 擺在那裡 天天念藥丹 這個天天念藥丹就可以治病嗎 不行的 你得把藥服了 然後正 修正正 到達某一個狀態 就是啊 我就 我就恢復健康了 這個整個學佛的這個次第 從文師修正 這個過程 你要去讓他經過 就是 要去修道 道的內容 就是 我們一般會講 八正道 做一個代表 其實 整體來說 就叫三十七 是三十七個項目的 八正道 只是三十七 道分或駐道品裡頭的 其中的代表 叫八正道 所以一般講修道修道 只八正道 其實完整來說 是三十七道品 那麼這個三十七道品 其中就有這七絕分 所以七絕分 其實講的就是 問如何修道 好 那麼 念當然 這個意念正法 保持正念 折法 你知道這個法 這所謂的法 有些是究竟 有些不究竟 甚至有些是 適合你 有些不適合你 你知道 怎麼樣 真正是正確的 適合的 叫折法 然後精進 精進是一種 努力向前的一種態度 精 他是 精是 存而不雜 就是 我說學佛 我下定決心 要走覺悟的路 我就是要學習 你這個 這個意念 是很很單純的 不複雜的 你不用考慮 哎呀 我這樣學 對我有好處嗎 我會變得好看一點嗎 我會變得健康一點嗎 我會 人家對我好一點嗎 我什麼利益 我沒有想那麼多 只是因為 他那麼好 我必須學 就這樣 我就為一個理念 精 就是存而不雜 靜呢 是向前不後退的 前而不退的 這種精進的這種態度 是向前沒有其他 這個混雜的那些念頭 精進決分 喜決分 喜也是一種學佛的推動力 你學佛如果 讓你學得越學越煩惱 那你還學不學啊 都保持距離就好了 但是如果 你從學習中 感受到那種歡喜 那是一種乏喜 這種情況不代表你在順境之中 有的人以為 哎呀是啊 我從學佛之後啊 佛菩薩都保佑我啊 什麼都很順利 什麼都很好 我想要什麼有什麼 所以我非常的 這個歡喜 就更加相信佛菩薩 其實 單單就這個層面來講 還不確定你是不是正見成立 是不是有那個力量啊 還不到的 所謂的喜 不是處順境而欣喜 即使是逆境 遇到挫折 你附和的很辛苦 包含嚴重的疾病 重大的這些悲傷的事情 種種了 在這個之中 這個之中怎麼喜啊 見法的歡喜 啊真的 我現在心這麼痛啊 這麼難受啊 真的 更加明白什麼叫做無常法 啊原來苦 是從變化裡頭來的 不是這件事情 這個人講的話 對我的態度 讓我痛苦不堪 不是 是他變啊 苦是從改變而來的 啊無常而來 啊真是有道理 啊真有意思 啊真是高興 我終於明白了 你的境界改變了沒 外境啊 事項還沒改變 不因為你明白就改變哦 可是呢那個外境 一樣那麼辛苦 啊糟糕啊 各種的情況都可能有了 啊非常辛苦 但是呢 你苦 有苦的這個境界 可是呢沒有苦的感受啊 反而因為明白道理了 從中得到法喜充滿 但也因為這個歡喜 啊 你沒有消沉 啊沒有 沒有被打倒啊 你還有繼續向前 也因為這樣子向前 哎 反而倒過來又改變了外境啊 就可以改變的 啊 你心靜 啊 整個國土 整個世界都會跟著 啊 這個清靜下來的 所以這個喜啊是一個 啊 在修行菩薩道上的一種力量啊 但我要強調的是這個喜絕分啊 因為明白佛法得的歡喜 可以有像在繼續學的動力啊 啊 但是這個明白佛法 有的時候從順境裡頭 啊 去思維去明白 聽講解明白 有的時候呢 是在某些事項發生 可能順境可能逆境 明白 一樣可以法喜充滿 這一點提供各位參考 去想一想 好 這個喜 其實喜是不同的翻譯 大部分我們會翻譯成清安 也就是得這個入定之前的 那種身心俱敏 就是沒有了那種 那種感受身心負擔的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坐在這裡啊 人啊 什麼時候最感覺到有身體存在呢 病的時候 痛的時候 哪怕只是畫了一刀擦破皮 你都會感覺到 痛 所以你知道這個身體存在 但是到清安的狀態呢 身體沒有負擔的 可是這個狀態啊 講是沒有用的 只有自己去 在你很清淨的 這樣安定的狀態 大部分當然是藉助禪修 不完全是有禪修可以這樣 但大部分是這樣 比較當非常的清淨專注 那麼進入到定的狀態之前 會先進入這個階段 非常的安然舒適 沒有身跟心的負荷的那個狀態 叫清安 各位這樣聽 光聽起來就很舒服 真的嘗到那個味道更舒服 我這麼久來就有一次 那就明白什麼味道這樣 可是講不出來 這個只有自己去 也不可以再動念頭想要這樣 想要就沒有的 這個是怎麼講 自己就如人飲水了 能暖自知 定決分 這個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對於這種通過禪修 產生一種專注的態度 那麼在這個定之中 我想提醒大家 一般的人 他學打坐 修禪定 但真正禪定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水 這面水 這個湖水很亂 很亂 現在湖水平靜下來了 像一面鏡子 他可以映照萬物 現在我們心很亂 平常時因為攀緣外境太多了 我們其實是隨時在攀緣 雖然有的時候我們會講 他這個雜物太多 這個性格太好攀緣 這是回來回來聽佛學辦 多聽法 不要那麼攀緣 這個指的當然是 它是比較 怎麼講 誇張的那種習氣 攀緣 實際上呢 眼睛接觸外境 就叫外緣 耳朵聽 所有這些其實都攀緣 但是你不要著 你不要執著 看到我喜歡 我想要我一定要 我現在很痛苦 因為我想要而得不到 怎麼怎麼這樣子 也是從攀緣起 就從攀緣開始的 那你所謂攀緣的 你接觸外境外事 外物 看來這個 我也不能說叫我眼睛不要看 耳朵不要聽 這個也還不到修定狀態 你會接觸 但是你不要抓取 你就要保持平衡的狀態 保持平衡狀態 是後面的舍 舍決分 心持平 不會去好像攀緣 抓取 這個執著外向 這些叫舍決分 那麼這個定 定不是只是叫你 哎呀我現在很厲害了 我修行進步了 以前做一個小時 現在可以做五個小時了 那你坐在那裡都不動 那就擺一個石頭在那裡就好了 如果只是為了不要動 只是為了腳 功夫很好 那小娃娃的功夫都比你還要好 但這些都不是叫做修行 所以真正的修禪定 定不再做 不是只是做那裡的 其實定下來之後 不管你是動中得定 靜中得定 不管你 你這個修定成就是以哪一種的情況 總之 修定是為了要得慧 當這個湖水平靜 它可以映照萬物 當內心清靜穩定 專注的狀態 有的人會說 哎呀你整天在那裡打坐 天下塌下來你都不知道 太危險了 這個人叫外行人 真正在那裡打坐修定的人 比誰都還清楚 出大的聲音影像他知道 聽到看到 細微的都可以知道 更清楚明白 所以真正 他之所以你像有些人很忙 他會同時進行很多事情 他可以忙而不亂 這個人是高度的專注力 他如果沒有專注力 其實就是專注力是西方的翻譯 我們就叫定力 他可以 這個那麼處理同時 本來不是同時是快速 然後這個 這頭腦很清楚這樣去處理一些事情 就是 就是因為他的定力高 他的專注力強 所以現在的這個商業界 他們在談這個專注力 用修禪 然後培養專注力 執行力 這些 其實你學佛就可以了 學佛都包含他們 現在所有在談的這些 好 那麼最終呢 你修定是為了要明白 所以為什麼叫定慧等詞 指官雙修 在上一週講到的 射摩他跟筆伯射摩 射摩他是指 筆伯射摩是官 你不能只有修指而沒有官 修指是定 修這個官呢 是波瑞 所以禪定最終他要通往波瑞 這定慧 這樣等詞去修行 而不是只有修定而已 修定你就跑到這個禪定 各個天去啦 而得不到成佛的智慧 那個就方向錯誤了 好那麼後面講空無相無怨 這個叫三三昧 三昧還是禪定的意思 那麼空呢 這個是我們官 世間一切存在的萬事萬物 你可以 什麼叫做官出他的空性來 你可以知道他是因緣法 講起來其實不難 大部分呢 我們當然一個人不是整天 看到人因緣法 這個人因緣法 這什麼因緣 這樣你很累啊 其實不是 大部分我們是借盡戀心 平常時我們就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 我一樣很安然自在 也很隨喜生活 這學佛的人 他是很隨緣隨喜 但是現在有狀態啦 有狀態啦 他這個智慧要啟動啊 要觀 那各種因緣是怎麼樣啊 他一觀 沒有事情可以障礙他 明白明白 了然於心 他不一定說 但他知道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 所謂的空 這都是能夠 可以講是 我們走在菩薩道上 修行的路上 我們的功課 你還是要練習 觀空 觀空 這個講金剛經的時候 講波瑞思想 都提到過的 不是說這個東西 disappear empty 不見了 空掉了 不是這個意思 英文的翻譯有時候讓人家 我們翻譯組長在這裡 有時候聽到empty 有時候 有時候會誤導的 他其實是真空生妙有 他能生起一切 他可以 你只要變化不同的組 這個組合啊 結果就不同 好像那個水彩 哎呀 你這個紅的黃的綠的白的 你怎麼加 你再換一點點 結果呈現不同 你們看過 在我們多倫多 有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看到有一個公共的公共空間 有一種藝術品的設施 就是以前在機場 我好像看到了 就是好多的圓的 線條啊 金屬啦 什麼那些木的 然後一個球球 從上面開始下來 咚 跳到這邊 轉到那一邊 咚咚咚 又換到哪裡 但他的路線 隨著他碰到哪裡的 角度 什麼什麼不同 他就轉到不同地方 所以最終他到哪裡去 那個設施我們這裡有嗎 新加坡機場 新加坡機場 紐約 紐約 紐約有 日本我也看到過 我怎麼會有印象 以前多倫多的機場有呢 我記錯了喔 沒有過啊 我在日本 我在日本 我就把那個拍下來 這就是緣起法 他轉轉轉 只是輕輕的 因為所有的因緣都在動 哪一個去銜接他 把他轉到哪一邊去 他又從哪裡 滑到哪裡去 最終怎麼 這個動線怎麼跑 完全隨因緣而改變 哇這個 站在那裡看了半天 觀察他 循環就兩三次 沒有一次一樣的結果 覺得真是奇妙啊 原來佛陀在這裡啊 在這裡說法啦 就給他拍了一張 不過手機很模糊 這個有機會放出來給你們看 比較知道我講的是什麼設施 總之的這個空就是你看 所有其實真的存在喔 這個杯子有沒有 有 這個這個講桌有沒有 有 你們有沒有 有 就存在嘛 我有沒有 都有 但這個有是有 在因緣條件 合和的時候 是這樣的存在 因緣條件不合和 他是改變的喔 你說會怎麼改變 我現在假設 哎呀我病得太嚴重了 這個人馬上變成就是妙目法師了 肯定要變 因為他的因緣不具足 他的時間不夠 他的狀態不行 怎麼樣 他改變啦 所有的呈現 更別說 就算你看到是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永遠這樣嗎 永遠這樣就變妖怪的啊 他在變 他其實在老化之中 因為這個身體啊 他有使用期限 原則上是150年的 哎 大家聽得高興一下 原則上 這個身體 我們得到的夜報 這個的正常使用是 正確使用喔 150年 可見 現在回到150年的沒聽說嘛 110幾就有了 可見呢 我們的這個使用啊 是錯誤的 就算你正確使用 你吃來的東西 空氣水等等 食物 可能有問題 所以造成他沒有辦法 就是把他這個真正的 用到他 他的發揮他150年的這個期限 我們大部分是提早結束的 120歲也是提早的 我講的150年 不是後50年躺在床上 這個身影啊 怎麼生病啊 不是的 是正常的活動 是到150年的 這個身體 是可以這樣 所以大家 善自尊重 好好 愛護他 好 你這樣講 各位講不完耶 無相當然 我剛剛講 我們其實都是存在的 你不能睜眼說瞎話 無相無相我都看不到你們 這個就是打妄語了 是有 但是你不要著相 因為即使相 都是暫時的 你知道這些存在是暫時的 這無相 然後無怨 不是叫你不要發怨 所以不要誤會 修行修到最後不是 你都不要執著 當什麼都不是 都不存在 不用發怨 這是華燕經裡頭講的 不是 有怨無求 我儘管發怨 我不求 我不奢望 我不等著 看是什麼結果 才如何 你就是單純的發怨 這個力量 才會促使我們佛道 繼續向前 不斷不斷的發怨 像佛菩薩 明明知道眾生不可能度盡 因為夜報不盡 照夜不盡 眾生就無盡 可是菩薩發怨 眾生度盡 方正菩提 這個 你說他能不能成佛呢 我講地藏菩薩了 也不只地藏菩薩 很多大菩薩都是這樣 他就是不停不停去幫助眾生 他不問後面 他儘管發怨 其他不管的 只有這樣可以成就菩提 好 這個是講三三昧 有的時候 又叫三解脫門 所以寺院的 這個 主要的入口 我們講三門 那個三門 寫一下 這兩個都通用 像有人講說 這到佛光山 經過那個頭山門 佛光山也沒有多高啊 也不是在山頂上這樣 為什麼叫三門呢 兩個意思 同音 這個三門 這寺院的主要的 這個入口 三門 但其實這個三門的山 是從這個三門來的 叫三解脫門 三解脫門 就是這裡講的 空 無相 無怨 你入得佛門來 你就是要去修行 什麼叫緣起性空 什麼叫無相無怨 這樣子 你才佛道上 真正入佛門 要修這些功課的 好 那麼再來看 第六個 四守菩薩問文殊菩薩說 雲何德 後面這裡其實講六度 跟四無量心 六度 這個 這如何德 可以圓滿 這圓滿的 談菩薩蜜 談是談 那個那 就布施的意思 六度 菩薩蜜 我相信今天都有 剛剛來聽課的人 今天有皈依典禮 這個沒有聽過 六度 菩薩蜜 沒聽過的請舉手好嗎 還是有好 菩薩蜜 本來是讓我們 我們現在是在輪迴的 叫此案 生死輪迴的這一邊 然後度過 這個生死洪流 到對岸上岸去了 就不用再漂流流轉了 我上岸了 就到彼岸 得度到彼岸 那麼圓滿 這個完成 這個修道 菩薩蜜 修行完成了 我已經到彼岸了 功課完成了 所以這個吃飯 在印度人吃飽了 講菩薩蜜 完成了嘛 事情做完了 可以休息了 菩薩蜜 這樣 所以那個是 已經登岸到彼岸 已經完成的意思 但是我們要完成 人生的這個 輪迴的這個狀態 我們要登岸到解脫的 彼岸去 有六堂功課必修 這個六度菩薩蜜很重要 第一個 彈波羅蜜 彈羅波羅蜜 就是布施波羅蜜 以布施的這個法門 來完成我們的菩薩道 第二 施 施就是施羅 施為羅 施羅 施羅波羅蜜 也就是持戒 然後呢 第三個 殘體 殘體波羅蜜呢 就是忍辱 波羅蜜 然後比利耶 是精進 波羅蜜 然後殘 諾波羅蜜 是殘定的意思 然後波瑞波羅蜜 那當然 一般講智慧啊 其實波瑞波羅蜜 我們勉強應該至少要說 圓滿的智慧 一般的人講 喔那個人很有智慧 哎呀 他都把他的智慧變成小聰明 智慧型犯罪 做出來的東西 做人也不 人格不 怎麼講 不圓滿 總是有一些疏漏 像這些 你叫智慧 但這裡講的不是那種有漏的 不周全的 甚至有些智慧型犯罪 他還副作用的 某一些發明 他是對人類的文明有幫助 但也可能產生 比如炸藥的發明 喔開山啊 什麼都炸掉什麼 去建什麼 有他的作用 減少很多人力 有一些開發建設 但是他也被用去當武器啊 傷害多少人啊 像這些 就一樣很了不得的發明 你覺得他很有智慧 但他同時帶來後遺症 造成的災難 可能更大 那麼像現在我們這種物質化的 過度依賴的 過度消費的 也可以講過度浪費的 這種物質生活 你覺得他很便利嗎 很舒服嗎 但是 他隨之帶來 造成整個地球不堪負荷的嚴重後果 也是我們要買單的 這叫自作自售 看來這筆賬已經慢慢要找我們算了 講起來真無奈 所以這些事情啊 我講 這個所有這些發明 你都可以講他很有智慧 但是他有後遺症 他就是不圓滿 這裡講的波瑞波羅蜜亞 波瑞 所以我說不能單純只講他是智慧 他不足以形容 你可以講他是究竟圓滿的智慧 那是徹底覺悟的 徹底通徹的知曉一切 過去現在未來 眼前或者天邊 清清楚楚 所有的勢力怎麼來怎麼去 什麼因得什麼果 清清楚楚 究竟圓滿的智慧 這個也是我們在修學佛法 行菩薩道的過程中 必修功課 這個前面所講是六度 再加上後面 這個圓滿的持悲喜捨 這講是無量心 這個都是菩薩 他在行菩薩道 他不顧自己 就是要對一切眾生 要度盡一切眾生 如金剛經所說 度盡一切眾生 而不會走我像人像 眾生像 受者像 不考慮自己 只是要幫助一切眾生 像這樣子的 這種發心 就是慈悲喜捨 慈悲我們常常連在一起講 慈是與樂給人歡喜 悲是拔苦去除 就救苦救難 所以 彌勒菩薩 我們稱他為慈是彌勒 大慈菩薩 慈 因為他給人歡喜 觀音菩薩的殿堂叫什麼 殿堂 大悲殿 大悲殿 有些人不懂 我不要去 去那裡很悲傷 其實不是 那是因為觀音菩薩 是救苦救難 尋身救苦 是去除眾生的煩惱苦痛 是真正我們大家共同的母親 今天是農曆的二月十九 剛剛好 大家應該要知道這些事情 全天下人共同的母親 那誰可以做全天下人共同的母親啊 觀音菩薩 他不忍他的孩子受苦的 像母親不要孩子受苦 一樣的心 在尋身救苦 所以 供奉觀音菩薩的殿堂 就叫大悲殿 好 慈跟悲喜 剛剛講過了 然後捨也提到了 是一種 他不偏薄 他不會抓取 就不執著的那一種態度 是平衡的 好 第七呢 雲何得十種智力 楚非楚智力 過未現在夜報之力 好一個一個講 這個楚啊 其實是你所處的 這個視理是怎麼樣 你是很清楚的 這個四象的呈現 你單一看是怎麼樣 整體看是怎麼樣 這個道理之所在 它的來龍去脈 你很清楚 這種楚 非楚 什麼時候 你可以知道道理是怎麼樣 怎麼樣是不是 怎麼樣是是的 這一些道理之所在啊 楚非楚智力 那怎麼樣可以得這種 智力 就智慧 還有 這個三世 過去 未來跟現在的 會 在這個時間流裡頭 這個夜 什麼樣的夜 呈現什麼樣的報 這個夜報關係 在不同的時間段裡頭 是如何啊 那麼 根聖烈 就是眾生的這個根基啊 聖跟烈 就聖是殊聖就好 烈當然就是比較不好啦 我都可以 怎麼樣可以修到 你看到眾生 你知道它的根基好壞 這個也很重要喔 這個是我們行菩薩道 我們在學佛法喔 慢慢會加強的一種能力 那你得真學啊 當你越學的時候啊 這個人罵你 如果有的人啊 他罵我我就生氣啊 我當然給他罵回去啊 這個誰怕誰啊 那可見你都 這個 還沒 還沒學到什麼功夫耶 罵 如果他罵得對 他罵得有智慧 你欣然接受 謝謝你喔 如果他罵得不好 你還是欣然接受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它的根基 他都不懂 他講那個話就外行 所以你不計較 因為你懂 你知道眾生的根基好壞 好呢 他講你可仔細聽了 肯定有道理我好好學 受教了 他根基不好 這講的怎麼樣 你就要高興 因為為自己高興 我知道他的根基 可見我也進步了 好 所以這個 知道人家根基的好跟不好 你因為知道他 哪裡好 你跟他學 哪裡不好 可能是你要去幫助他的 菩薩是為救度一切眾生故 他不會 不會去顧念自己的情況如何 只要對對方有幫助 所以知道對方的狀況 根基程度在哪裡 是需要的 好 然後種種戒的智力 這個眾生的境界 種種不同 你也知道 種種戒 對於這個個別的 這個眾生的知戒 這個也知道 一切智 麻煩把這個 這個一切智的智慧的智 在這裡呢 我們一旦講一切智是指佛 一切智者那個指佛 好 那在這裡講的一切智是這個到達 一切智處到智地 一切智處到智地 是這個字喔 我這樣 是這個字喔 眾生呢 到什麼 一切智處啊 就是說 這個眾生 對象呢 我們講 一個眾生 他 他修到什麼程度 他未來的 這個 下一站呢 他輪回 會去到哪裡啊 這個情況 你會知道 有這種智慧 一些智處 就他 譬如說啦 今天因為皈依典禮喔 我們在程序裡看到有寫喔 你修五戒 十善 這個人天有份 就是 可以保證 不失人生 今天早上有談到這個話喔 就是你 把五戒十善明白 然後 去學習 然後照這樣做 你做到五戒十善的人 你會到 以後啊 你會到哪裡去呢 智這個字 到達哪裡去呢 以後的輪迴往哪裡去 人 界 就是人間道 或者天界 當然 這個話是沒有時間想講喔 總是 我們可以修天 而不升天 你可以是 福報很大啊 像天人 天神 那樣大的福報 然後你繼續回到人間來修行 帶著福報來修啊 修行 幫助很大的啊 那個福報少一樣要修啊 就辛苦一點 這個我說 我就不多講 你們各自去體會 有時候福報不夠 障礙多 但 難忍能忍 難行能行 也是大修行 那有一些人呢 他帶著福報來修的 這很順利 修行很容易進步 外面的住員也多 苦惱比較少啊 但總是啦 這個 我們講說看他修 哪一方面修得好 就知道未來哪裡 八正道如果修得好的話 到達涅槃的 苦極滅道嘛 你那個道 八正道三十七道平 你認真真真去給他做好 那個後面再下去就是 這所謂的滅 就是煩惱即滅 到達涅槃的 就是一切之處 你知道他修得如何 未來就是到哪裡的 這個概念其實我聽大師講過 那本來要佛陀紀念館 後面還有一個地方 希望設計一個 就是說你走自己的 你決定你走 比如說這是五戒 或者犯五戒 犯了五戒 再往下一格一格讓你 像下棋這樣走走走 會通到哪裡去啊 這個劫惡緣會通到哪裡去 這個十二因緣緣起 會通到哪裡去 這個修 這個布施慈戒忍入 會通到哪裡 師父本來設計那個 不過那個要把理論 化為實際你看得到 那個太龐雜 真是不容易 所以現在有這個構想 但我覺得我聽到這個構想 我都覺得 對這個就是這個治理 大師有 我們還沒有 師父就知道 你現在五戒十善 將來人天有份 你現在修道 八真道 未來解脫有份 等等 像這樣 這個就講 一切至處道之力 禪解脫三昧 染淨之力 一樣這個跟修禪定有關的 這個染淨之力 知道什麼是 對於修禪定到解脫 哪一些是會障礙的 哪一些是可以親近的 你有這個智力 你有這個智力 然後樹柱念智力 這個講宿命通 無障礙天眼智力 講天眼通 講的還是到達成佛具足的 三明六通的這個神通的力 然後斷諾 斷諸习 智力 习這裡指 习性 习氣 把當 差不多其實這些都修完 是到達成佛了 到最後斷進所有的习氣 就是成佛 我們眾生呢 只要活在世上 只要還有這個身體 习氣 應當細微的 也都還有 包含 就算是已經到登地菩薩 到這個 就是大菩薩 他們呢 還要留 留霍潤身 就留一點點殘留的习氣 然後他們才可以 再來到這個人間 來行菩薩道 繼續度眾 他完全到沒有了 到佛的境界 那菩薩的發願是不離眾生的 他為了要不離眾生 要回來這裡 他必須出現是人的身體 出現是人的根基 跟我們大家有同事社 然後他很怎麼樣 當然每一位菩薩 他發願 他出現的那個 怎麼講 他視線的不同 有可能是一個很愚痴 很野障 很習氣深重的人 他從反面來教育我們 有可能呢 他一生是病啊很苦啊 然後來激勵我們說 我這樣子我都修啊 你這麼好為什麼不修啊 都有可能 那有可能是正面教材 啊莊嚴啊 怎麼樣有智慧啊 鼓勵大家 大家也可以這樣 好一起來學 這樣 他要留有一些習氣 就要留有一點 剩餘的疑惑 叫留惑潤身 這個留著一點這些 然後跟我們一樣 陪我們一起成長這樣 有些菩薩發願也是這樣的 總之呢 菩薩道佛道的完成 到最後呢 怎麼樣修到 可以斷珠洗氣 洗氣還沒斷進 以前起碼減少 這件事情只有你自己可以做 困難喔 但最困難的是決心 只要有決心 你清楚 就是你要不要啦 那有時候 你有做到 有時候沒有做到 你知道 這是很重要的 最怕不知不覺 生死死生裡頭 一世又一世 最怕不覺 你後知後覺都沒有關係喔 慢一點 又去轉了一圈回來 怎麼會這樣呢 不是已經發願了嗎 現在趕快 重新來過吧 再用功吧 再努力吧 後知後覺 始終有決 當然啦 真正慢慢的從 你繼續這樣堅持下去 你會往前的 叫先知先覺 什麼事情 人事物如何 你會在它發生以前 你就知道 你不用講那個叫神通 不用啦 它的覺性 越來越強 清楚明白很多事情 這個 這些情況只有自己去 我這樣講各位應該是明白的喔 明白之後啊 真的要 你這樣現在只是聽來的明白嘛 好 再來要去進入一個過程 文之後思 思維 思維我聽來的這些意理 這些意理跟我的關係 我是什麼樣的狀態 我的習氣 我的根基 我現在的因緣 我這些你的狀態 好然後把法 那現在我這樣 我怎麼去改善自己呢 好 像這樣慢慢 一定要對應 你不對應 你就是你 法就是法 輪回千百萬劫 你還是你 法還是法 我講起來就是 雞皮疙瘩 汗毛慫立 太可怕了吧 那我們以和音緣 今天相聚在這裡啊 那不是白忙一場嗎 如果始終你是你 法是法 不行的 大家有所覺悟 法一定用來 在自己身上 起一個轉化 轉變的力量 你一定要改變 你不改變 你不從觀念上改變 因為現在聽明白了嗎 這叫觀念上的理解 觀念上先正悟的 不是正 觀念上先開悟的 還沒有到正 就還沒到達 然後行為上還沒 但最難的這一關 明白了 你說聽明白是不容易的 所謂知道 知道之所在 理之所在 是不容易的 聽明白了 回去 思維 反省 自己去考量 那我的這個學習 要怎麼學啊 我有哪一方面 現在 你列下來 哪一些馬上可以改的 容易做的 你把它放前面 編號123 然後那個細微的 這個潛藏的 不容易的 你只要看得到 你寫下來 自己跟自己 約定 我總有一天 我要對峙你 我要超越你 不再受你的 這個好像 以忙以忙 這個 這個都是學習 當你在這樣做的時候 就進入修 所以修行真的 不是一般我們講的 只是念佛 誦經拜佛打坐 不是只有這樣 如果你念佛打坐 這都是法門 而你一點都沒有改變 你沒有修行 所謂修行 修正言行 你的言行可以修正 是因為你先有觀念 從觀念上明白 然後去練習改變 我在這裡多講兩句話 我是覺得 我們大家都這麼好 那我覺得 這麼好的人 一定不要白來一趟 一定是 每一次 你都能夠 確實的具體的知道 下一步在哪裡 繼續往前 不要走遠網路 不要原地踏步 更不要繞路了 好 接下來看第八個 石雲河 這後面就快一點 雲河常得 天王 龍王 夜叉王 錢達婆王 等等等等 一共石王 這是人間跟天上的 石王守護 怎麼修 可以修到這個石王守護 好 這是問題 這個錢達婆 各位認識他嗎 我有時候 看到 當然他其實是 叫尋香神 他是 他所在的地方 很芳香 所在的地方 氛圍也很好 他所在的地方 大家很喜悅的 是尋香神 他同時 也是 第四天的 月神 我有時候 聽到有些人唱歌 真好聽 我就想 這是錢達婆來的 這個 像鄧麗君 鄧麗君 費玉清 我比較知道他們兩位 其他 這個大陸國內 香港 香港 誰啊 有一些我就不太知道 像鄧麗君他們這種 他雖然走了 哎呀 在人間來講 少了一位 這麼帶來給大家歡喜的人 但是呢 我不會難過是什麼呢 我覺得他就是回到他的天界嘛 他是天上的月神來的嘛 這 否則怎麼會一個人唱歌 讓全球的人 所有聽得懂聲音的人都歡喜呢 那月神 好 然後呢 第九個雲和 雲和得一切眾生 為依為救 為歸為去 為去為民 我叫得到 等等這些 十個 這十個啊 如 要怎麼樣 可以 為眾生所依啊 相信你 願意跟隨你 以你為引導 以你為歸依 以你作為學習的一切 怎麼樣 可以修到像這樣子 這個講 十個雲和得眾生所依 好 這個所依要一直引導 一直到成佛 好 第十 雲和於一切眾生中 為第一 為大為聖為 最聖為妙等等 這是雲和可以修到 於眾生中 為第一 眾中第一啊 有一些人 真的修得好 你像我們的師父 星雲大師 那今年都九十歲 但是不管他到哪裡 他出現了 他必是眾中第一的 這大菩薩可以修到這樣的 他做眾中第一 這是好像當老大嗎 不是啊 眾中最為第一 是有影響力 有引導力 當他講哪一句話 大家都要接受 推崇 跟著學習 這個作為一個 度眾 度化眾生的 大菩薩 自己修行成就的同時 他也在影響著身邊的人 所以對於他的這種 菩薩道的 這個成就呢 就更 就是更是容易做到 好問題問完了 現在才問完 快要三點半 我們重點看一下 文殊菩薩 的回答 文殊菩薩呢 有一個總的回答 之後呢 就舉例 告訴我們 就教我們了 重點回答在 下一段經文 二十文殊菩薩 告 智守菩薩言 善哉佛子 如今未遇多所饶益 多所安穩 埃敏世間 利樂天人 問如是意 這就意思 這個簡單講就是 你為了幫助 不管是人間或天上的 所有一切的眾生 所以才來問這些 你問的真好啊 問的好 然後第二段呢 這個是總答 佛子 若諸菩薩 善用其心 折獲一切 聖妙功德 這句話 善用其心 真的太重要了 善用其心 我們多少人活了一輩子啊 不懂得用心 心 你說怎麼會沒用心呢 小時候有用心 用功讀書嘛 也很專心用心啊 長大了拼命賺錢嘛 養貨家裡嘛 栽培子女嘛 這哪有不用心可以做到的啊 是啊 這些都是 你不用心 這個人都活不成啊 生存都有問題了 但是那個用心啊 你用在這些其實是生存基本 也可以講 人 這一生之中 前半段的生命啊 你從 父母 生我們 養我們 教我們 我們跟著老師也學習 知識啊 種種啊這些 到自己成家的業 這前半段的生命啊 它的意義在哪裡 在 成長 在 延續 這就是一個社會的責任 你要把它做好 當然我們出家人 任務不同啊 那總是呢 前半段 你自己要成長 你的子女 你的下一代 要傳承 要延續 也可以講你的前半段 意義 任務 就在這裡 但如果你活了一輩子呢 就在前面那裡 前半段 那你對不起你這一生生而為人 因為當 前半段是成長跟延續 那個後半段叫成熟 跟提升 你就沒有把後半段 去進行它把它做好 成熟 有些人說 怎麼學佛的人 看起來都有點年紀 這句話 今天也不成立啊 我們皈依的人 平均年齡三十歲 都是年輕人來皈依啦 那麼 學佛 這個人口啊 平均年齡在下降 很明顯的下降 年輕化 那麼當然 有善根 我們有給姻緣 那 就是說 有些人講說 哎呀 學佛看了 這個年長者多 這句話 今天我剛剛講 平均年輕化已經推翻了 第二呢 他也必須有一點年紀 真正可以明白 他的生命要夠成熟 他經歷過不同的人事物 他的經驗 這些讓他成熟了 然後他來思考 思考的不是說我怎麼生存 怎麼生活 怎麼享受 不是只有這樣了 他是 他從生活 延展到生命 生死 他是整個生命學 所以不是只有 我完成家庭 社會責任 完了 完了之後就很無聊了 都不曉得怎麼過下半輩子 但是如果你弄清楚這一點 下半輩子是為了 讓我的生命 我已經到達這個年齡 我應該 我的理解 我的各方面 觀察 我應該更成熟 然後可以去理解 佛陀教導的智慧 是這樣的 所以他必須通過這個成長到成熟 在成長過程中 各位也把生命的延續 這個社會責任 淨寥 然後你接下來就要為你自己的 真正你的整體生命 就是要去延續自己的法生會命 你就要去好好開展這件事情 因為事時候夠成熟 能夠理解明白 也懂得這種理跟事 就是理論上跟這個事項上的 這些怎麼對照著去做理解 這個是 就是我們講善用其心 前階段的用心跟後階段的用心 是不一樣的 那麼只是說了 善用其心四個字 講來容易 我怎麼知道什麼是善呢 用在哪裡 可以是善呢 這樣 所以呢 後面這段經文呢 其實是延伸總的這句話回答 就文殊菩薩說 若諸菩薩這些修行人 懂得善用其心 就能夠獲得一切聖妙功德 於諸佛法 對於你所學習的佛陀的教導 心無所愛 住去來心救 不管過去現在未來 諸佛之道 眾生 誰眾生住 橫不捨離 如諸法相 西能通達 斷一切惡 具足重善 所有學來的 你完全都可以明白 那麼都可以通達 這個一切的法相 能斷惡 能行眾善 具足眾善 而且呢 就如同 當如普賢色相第一 修道向普賢菩薩 這樣的那種 那種色身莊嚴 如虛空柱 廣大無邊 莊嚴無邊 像他這樣 那麼也能夠向普賢菩薩 一切行願皆得具足 於一切法無不自在 而為眾生第二導師 為什麼說第二啊 你們不多講第一嗎 第一導師是釋迦牟尼佛嘛 你這大菩薩修來知道 僅次於佛即將成佛的意思了 第二導師 次於釋迦牟尼佛 好 現在呢 問題來了 佛子 雲何用心 能獲一切聖妙功德 你要怎麼用心才能 得到一切的這些所有的好的功德啊 佛子 好了 文殊菩薩教我們怎麼用心呢 如果各位啊 你懂得用心的話 真的無時不刻都可以用心 我上個星期啊 從滿地可 要回多倫多來 在機場 有一位 這個 加拿大人 很 Gentleman的 就說 可不可以跟我講幾句話 我說我的英文不好 但是我盡力了 他問了 他說 他剛剛學佛 很好 因為我看他戴念珠 他說他知道 他的家庭事業都已經穩定 現在你看這個西方人很理性 他現在就是我一定要真正開始學佛的時候了 我很高興今天看到一個佛教的出家人 他跟我這樣講 然後呢 他就說 他問了 我可以知道你出家多久了嗎 修行多久了這樣 我就想一想 三十 我講三十二 三十二、三十三吧 年 然後 然後 他就問 再問 那你一天 修行的時間 有幾個小時啊 我感覺他好像在問 你學英文一天幾個小時 這樣 學記憶 學電腦什麼什麼 幾個小時 你到學校上課幾個小時這樣 我感覺他好像把這個修行的 把它當成是一個 技術 學問和知識 什麼 你三十多年 那你一天要練習幾個鐘頭 這樣的意思 然後我的英文真的不夠好了 我就用最簡單的跟他講 每一刻 他就 突然好像 突然 他亮起來 他說 謝謝你 你教導我 該怎麼修 謝謝你 我明白了 我真的看了他就亮起來 每一刻 每時每刻 每一個當下 這樣 都要修啊 都要練啊 練習啊 有時候知道自己做到了 有時候知道自己沒做到啦 都清楚 就是這樣 每一刻 各位同意嗎 同意 各位需要這樣做嗎 需要 很好 你們知道就好 在每一個當下 那每一個當下在哪裡 就是生活中 我們生活中 吃飯睡覺都是 跟人互動都是 有時候你發脾氣 你知道 有時候你幫助了別人 大家很歡喜 你也知道 所以這個做到做不到 知道不知道 你要很清楚哦 但不用苛求 說責備自己 我就是老是犯錯 我就是老是怎麼怎麼 不要這樣悲觀消極 其實能做到 你要自我肯定 沒有做到啦 我剛剛講 你知道就好 因為當越多的知道知道 最後終於做到 好像戒焉 你不要說不可能啊 那個人不可能 只要那個人不放棄戒焉這個念頭 總有一天 只要他不放棄 如果他因為說 反正做不到 我就放棄 他連念頭都沒有了 那就不能做到 但他有這個念頭 每一次沒有做到 每一次沒有做到 他知道 他也不喜歡這樣 他不會因為我沒做到 我很高興 沒有 他想戒焉 結果他又抽了 抽了焉之後 他其實沒有快樂的 唉 我怎麼這一次又沒做到呢 因為沒有快樂 這件事情的 控制他的力量在消減中 消減中 越做越不喜歡 然後自己的念頭持續 終於有一天 是可以做到的 當然 焉影啊 他就像習氣 他其實就是一種習氣了 你是在改一個很強大的習氣啊 只是他看得到 他就在你的手指間 你看得到 你掌握得到 我們要面對的 貪嗔是慢疑 是看不到的 這個難 所以更加 所以當你知道自己的習氣的時候 謝天謝地啦 是要感謝的啦 還有很多我們是不知道的 好 那麼總是呢 那 文殊菩薩就 教導我們 你只有在生活之中 善用其心 你做什麼時候 你的念頭怎麼想呢 好 來看看為什麼這部經典 我把它列出 是人間佛教的經證啊 從第一句話 菩薩在家 當一個修行人 他是居家生活的 在家居士 菩薩在家 在家修怎麼樣 當願眾生 就願一些眾生 如我和我一樣 知家信空 免其逼迫 知道 其實 我這一生 我現在的姻緣 我現在是居家修行 我有家庭 那我也知道 家庭也不是永久的 家人的關係 也不是永遠的 這一生 我們有因有緣 但其實 知家信空啊 這個家庭 他其實本性 講起來 還是不離空性的 你很快樂的 好因好緣相聚的家人 他還是轉變中嗎 沒有那種 什麼 空性是什麼 他隨因緣生 因緣滅 隨著因緣條件 在改變他的呈現 所以他沒有自己的本性 沒有他自己的那個自性 特定的那個性質 特定的 固定不變的那個特性 他沒有的 我現在是這樣 就永遠是這樣 永遠不變的 永遠都照我的心意 這樣的 如果你這樣想 你要他這樣的話 那麼實際上他在變 你希望他不要變 而現實生活裡 他不停在變 苦在哪裡 痛苦從哪裡來呢 就是你要他不要變 實際上他在變 對於這個改變造成你的痛苦 我不接受他的改變 痛苦 不要講家庭關係 這個人很健康健壯 年輕 有力氣 過了十年 再十年 再十年 他變成了 他變成了 沒力氣了 想要當義工 現在都辛苦了 想要多學習一些 早早就累了 也想要跟著去朝聖了 這個體力已經不容許了 譬如這樣 如果你看了這個姻緣 已經很感謝了 我在佛光山學習這麼幾十年 還可以給我當義工發心 這麼幾十年 我很感謝啊 我沒有對不起 菩薩給我的姻緣 你看著這個姻緣 這是空性觀 你不會被他逼迫 你不會被他 好像苦惱交間這樣 但如果 為什麼這樣呢 我這麼發心 為什麼讓我現在又不行了呢 那你要求他不變 那你就可苦了 你就沒有去了解 佛陀一早告訴我們的 緣起性空 這個因緣法則 其實我剛剛舉的例子 是很現實的 你懂得想的話 很感謝的啦 所以不要 在願怪菩薩 怎麼沒有給我如何如何 好 所以如果 我們在家修 我就當願眾生 如果一樣 都知道 理解 家庭 他的自信也是屬於空性啊 他是一直在 會有變化的 這個小孩生下來會長大 但是大人會長老啊 老 病死 就隨後而來 你們去看你們的 那個家庭 叫什麼 全家福的照片 那個是真理啊 你去看那個照片 連著看 父母生活 我好小喔 我長大我上學 我這個 朋友啊 家庭啊 我父母老了 之後 我小孩 慢慢長大了 我父母 已經從照片裡頭消失了 各位做過這樣的思維嗎 我最親愛的 我的爺爺奶奶 我的父親母親 從照片裡消失了 但是 但是我的孩子長大了 我的孫子又來了 這個絕對是真理 無常法 他沒有一刻固定不變的 所以我們明明知道事實是如此 為什麼不正面去理解他呢 不要自找苦吃了 你就可以免其逼迫 然後呢 作為一個在家 這個修行的弟子 孝侍父母 當怨眾生 善事於佛 護養一切 你把那個語啊 理解成如 這段你就明白了 你在家 你要孝養自己的父母 你照顧這父母 就如同 善事如佛 對自己的父母 如同對佛一樣的 這樣來護養一切 然後 妻子集會 妻子子女 這個講的不是只有 單一夫妻關係 還有這個親子 雙相關係 所有聚集在一起 當怨眾生 怨親平等 永離貪著 這一定要很明白 怨親平等 有一些是好姻緣 也有一些也是蠻苦惱的姻緣 但你如果老是想著 哎呀怨親債主啊 這是來討債的 那你 你把他當仇敵 永遠都沒有過關的時候了 敵對的 對立啊 好像去之為快這樣 太辛苦了 怨親平等 你怎麼修平等觀 好因好緣 感謝因緣 惡因惡緣 隨緣消夜 在這一生 就還了這一些吧 還好還得起喔 你要很感謝還得起 還不起 可就另當別論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喔 我們在同一個家庭裡頭 這麼靠近給你還 你還不趕快還 等一下變成無形的 不曉得累生累世跟著你 這個是什麼 下個星期天 要送的慈悲三昧水燦 最清楚的啦 慈悲三昧水燦 從西漢年間 援岸跟曹措的一段 的因緣 結冤仇了 然後呢 一個害死另外一個 被害死的呢 累生累世就要找他 真是他跟著他的冤簽在住 只不過是誤達國事 他就都出家了嘛 他做錯事了 但是他懺悔了 他就從一個出家人 從基礎開始修了 越修越好了 他是認真的 可以當到宰相 這都不容易了 根基都很好的 只是這個應緣走到哪一步路 走錯就大錯 走對就太好了 就大大的精進向上 那麼總是我們4月3號 滿地可4月2號 一樣拜水燦 這個清明法會 多倫多呢 4月3號星期天 就是來禮誦慈悲三昧水燦 你有沒有登記牌位 那是另一回事 登記牌位 供奉祖先的牌位 來回向功德 這是從孝道思想 從感謝自己生命的 這個一個緣起 用感恩的心 報恩的心 你寫祖先牌位 功德回向 但是你自己來禮誦慈悲三昧水燦 那是我們的功課 好 所以這個 這種冤結怎麼去化解 這些事理是要明白的 好 那麼 其實我看起來呢 今天應該是講不完 我就繼續把它講下去好嗎 本來想留半小時要補那個佛門禮 其他人問了一些問題我覺得很好 總是呢 我在跟社教主講看看有什麼機會 我們就隨時宣布什麼時候要補講哪一堂課這樣好嗎 把它做一個段落 其實連段落都有難的 因為 所以我都很希望大家一看就懂 但是呢一講呢才發現原來剛剛不懂 會不會這樣啊 因為字面上的理解我就舉這個第四頁第一行 做得五欲 五欲啊 五欲啊 是財社名十歲 當一個人他生存生活在這個世間 這個財社名十歲 所以如果可以怎麼講 你要去用它的時候有的用 需要的時候有的用 其實是滿享受的 但是他被稱為五欲 甚至於講 財社名十歲 地獄五條根 哇 這個樹根不往哪裡生 怎麼會生到地獄去了 這怎麼回事呢 那就是問題是在 五欲 欲是欲望 就對於這五個項目 財社名十歲 本來你可以好好生活 如果你知足 心遠離 這個原則把握的好 你擁有這一些 你很有財富 你很有各方面的什麼 做什麼問題 就擁有它 夠用 要用都有 我有的時候都想 哎呀 這哪裡要見事啊 哪裡要行善啊 大家都要發財啊 都要富貴啊 都有錢 都來護持三保 護持佛教 這太好了 常常祝福大家 要大富大貴 要不過富貴之後要懂得 行善不失的 因為你一個人用不了那麼多 停在你身上 它就不見得 你要把它用出去 越用越多 問題是在欲望 就是我現在有了 哎呀才一百萬 不夠不夠 我要一千萬 一千萬不夠不夠 我要一億 我要一億萬啊 這樣 不夠不夠 永遠不夠 渴求 那種對東西你想要想要想要 那個叫渴求 本身啊 就是像這裡講的 要拔除欲見 就好像一個人被見射中了 痛苦啊 不能自在啊 我要啊要 問題在那裡 擁有財富這些 包含這個 你可以有正常的睡眠 這些都是需要的 但是過分要求的時候 無止盡的欲求 欲望不能滿足 那就苦就來 所以要當怨眾生 當你擁有這一些的時候 你可以享有生活中的這一些的時候 就 財社名十歲的時候 當怨眾生 拔除欲見 你不是被欲望的見射中的那種苦喔 而就盡安穩 那個你可以在生活中 擁有這一些 而可以就盡安穩 最主要就是剛剛講的 知足 你心知道滿足 甚至於夠了 知遠離 知節知 知道什麼時候停夠了 或者太多了 分出去給大家用 這個我看到像 比爾蓋茲他們 這些大的企業家 大事業家 他們也是大喜捨的人 我要那麼多做什麼 包含遺產 遺產留給子女 基本的吧 其他全都捐出去吧 所以反而他們的根基真是好 但反觀我們華人 比較多是 要把這個財富留給子孫 然後讓子孫去 怎麼講 對部公堂 反目相向 不只傷了和氣 還要對方的命都有 何苦來哉 好 所以對於這個欲 這個五欲 才設明實 所以本身不是罪 是我們執著 強要它 不知道停 不知道足 滿足 是這個問題的 好 所以當我們得到這些 我們是希望所有眾生 如我一樣 可以把處遇見 或是沒有被欲望追破的 逼迫的 都能夠究竟安穩 像這個祭樂聚會 祭 本來是祭藝 好像一種才藝 舞蹈啊 各種娛樂啊 這些 樂當然音樂 包含唱歌啊 這些樂器等等 當有這樣子的娛樂場所 這種場合 當我處在這種 因為在家嗎 出席這種場合 音樂會啊 這些觀賞等等啊 當願眾生 我去參與這種聚會 然後呢 我就 我的意念怎麼辦呢 就隨波逐流嗎 不是 我當願眾生 如同我一樣 以法至於了即非時 無有法樂 不好世俗之樂 我很隨喜啊 來這裡幫人家鼓鼓掌啊 出席也是給人家歡喜嘛 所以我必要去出席這些 我去啊 但是我但願眾生 就是你那個正念啊 意念啊 要停在哪裡 你要怎麼想 我祝福今天 都在這裡參加這個音樂會的 在這裡唱歌跳舞的 在這裡做什麼娛樂的 大家都跟我一樣 都可以 都可以以法至於了即非時 就是 都可以得到真正讓我們歡喜的 是佛法的喜悦 以法來令自己歡喜 不是借助外境的這些娛樂讓歡喜 是以佛法讓我們歡喜 以法至於 然後了即非時 也都知道 現在這裡 這個音樂啊 歌唱跳舞啊 是很歡喜 但是這些呢 是現在 唱歌的人真好聽 跳舞的人真好看 現在有 等一下曲忠仁善 解善啊 了即非時 它不是永遠這樣存在的 都知道這是一時的 我不可以執著 好 像類似這樣的用心 像譬如說在公室 公室本來公是這個 好像帝王之家居住的地方叫公 室是一般的這個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叫室 就是只要是這種公室這種居住的地方 我在這樣的地方 當願眾生如我一樣 入於聖地 我每一次要進到家裡頭去 進到家裡頭去 就好像要入於聖地 就當是好像修行的道場 涌除會慾 這些不清淨的染污的這些貪慾 都可以去除 這家裡頭總是要整理乾淨 那這個就是一個你看到什麼 你怎麼安住自己的念頭 其實在進行品裡頭 很多詞句是被整理出來 然後放到這個出家人 剛剛出家 沙咪沙咪您 沙咪綠儀 這一些 或者筆尼日用 就是說 日常生活在學界的這個階段 很多的內容都是出自華言經進行品 包含我們穿衣吃飯 都是要這樣子念的 還要背 我們當時背的時候 每一個都還要附上一個咒語的 所以是很重要的一堂功課 當然如果你這樣看下去 著陰落 出家人會著陰落嗎 不會的 陰跟落 可以分開來看兩樣 一般講就是現在的耳環 項鍊 戒指 這些身外物 這些裝飾品 陰落 那在古代的陰落是什麼 你們聽過帽陰 那個綁帽子的 那個叫陰 這個在身上佩戴的叫落 因為是斜浴旁 所以都是有一些很漂亮的浴啊 串起來的 做成的 帽袋啊 衣服上的這些裝飾啊 叫陰落 好 那在家菩薩 穿這個穿衣打扮啊 有些要佩戴這些 那麼當你在佩戴這些的時候 這些裝飾品的時候 你要怎麼想呢 當怨眾生 捨諸偽事 到真實處 對於這些裝飾品 你也知道 它也不是真實的 它也是一時 現在某些場合 戴上這個鑽石項鍊 某些場合 穿個什麼 這個是一時的 這個偽啊 不是假的 你不要去鑄掌那個什麼 去買那種複製品 叫山寨板 不是說你捨諸偽事 就是不要買山寨板的喔 要買真實的喔 不是這個意思喔 偽事就是 它實際上就是一時你需要它 就佩戴 你不要整天把它弄在身上 這個 曾經喔 我們這裡有一個師姐 我們要易賣籌款的時候 他就喔 帶了那個鑽石啊 來交給我喔 他說師父這些沒有用的東西就 您看看怎麼用這樣 我一打開來啊 鑽石喔 我說為什麼你說它是沒有用的東西 他說現在對我來講沒有用 以前呢 因為在商場 商場就算是你拿著錢要去銀行存款 他說他有帶那個鑽石跟沒帶那個鑽石 那個小姐對她的態度不一樣 他說他們就是這樣子啦 沒辦法啦 那個時候有用 這個時候沒用啦 石頭而已嘛 不好意思師父就 你看看因為剛好易賣嘛 讓他看看賣了怎麼去用這樣 多自在多瀟灑是嗎 各位想想看其實這是一個學佛有程度的人喔 這些在他看叫沒用的東西 所以就是這裡講的 你真的知道什麼時候用什麼時候不用 這些都是虛假 不是永久的 不是你要一直依賴的 所以叫舍諸偉事 到真實處 你將這一理通百理通 由此可證 你可以看這個東西是假 那麼什麼是真實的呢 你要怎麼樣 讓人家認識你這個人 是接受你這個真實的你 還是認這些標誌 這些商品呢 好 用這樣去理解 然後上升 那你要上樓了 上樓的時候呢 當願眾生 你一邊爬樓梯 你不要算 一 二 你那個念頭啊 我現在要到二樓去聽課 我當願眾生 如我一樣 升正法樓 側見一切 登高望遠啊 越爬越高 你站得越高 看得越遠 就側見一切喔 那你向上走 向上 就在你家裡頭 你爬到你二樓 三樓 或者是你是在appartment 你住在十八樓 這樣 你要往上 你就想升正法樓 這個正法真正日上這樣喔 若有所事 讓你給人家一些什麼的時候 當願眾生 一切能捨 心無愛卓 眾 眾會聚集 眾會聚集是某一些集合的 像我們今天也是集合 開會也是集合 這個跟朋友啊 要公司開會啊 這都是集合集會聚集 當願眾生 舍眾聚法 這個舍 不是說你就不要參加啦 不是 它是不執著 你知道 這個眾聚法其實包含 比如說國家 社會 都是大眾一時的聚合 任何的集會 沒有不散的時候 你就知道 那個也都是觀音源法 所以你不會執著 一定要這樣子 一定要哪樣子 其實啊 就好像啊 哎呀 我們多人多的法師們在這裡 有一些信徒想 哎 法師們你們不要掉走 你們都永遠不要走 你們真好 我們在這裡學得很開心 跟總本山講 不要 不要 不要變動 永遠這樣 那你就不明白這句話了 你不要執著 這樣子的眾聚法 即使一時的這樣聚會 你就很好 你仍然不要執著 你正行那個因緣就好 而且你可以從中更加提升一個概念 能夠成就一切志 所有這些聚會 你都不要執著 那麼照這樣子修 一直到直至成佛 好 若在惡難 當願眾生隨意自在 所行無礙 你都自己處在這個困難的時候 你怎麼樣再提起正念 但願眾生如我現在這樣 可以隨意自在 我處在困難之中 我要隨意自在 所行無礙 我舉簡單例子 快點講 我們佛光山有一個法師 他家族性的關係 他這個腦血管 就像蜘蛛網絡這樣 很薄的 他有一次做早課 到三皈依打個噴嚏 他覺得不對 他本身是護士 他就回聊 三皈依之後 禮佛三拜回聊 還沒回向 下殿後呢 其他的法師說 他怎麼還沒回向 突然間走了 趕快去看看 他已經躺在那裡不能動 那之後呢 總之呢 輾轉就送到醫院去 腦血管破裂 腦出血 就進入昏迷的狀態 昏迷了十五天 十五天之中呢 他偶爾痛啊 痛啊這樣 偶爾呢 就聽到他講 眾生苦啊 把一切的苦都給我吧 我願代眾生苦啊 昏迷中 他講出來的話是這樣 可見他對這個菩薩法 菩薩修行啊 熏息的多麼的深 怎麼多麼的痛啊 當一個人沒有 清醒的思維能力的時候 昏迷中 願代眾生受一切苦 眾生苦 都給我吧 這個 他到十五天之後 醒過來了 醒過來呢 要再檢查 能不能做手術 昏迷中不敢做的 好了醒過來 要不要 因為這個血液都在裡頭 要不要做手術 再檢查 咦 斷裂的地方自己接回來了 不用手術 他只是要這邊開一個孔 把那個淤血抽出來就好 但是呢 他失去了記憶力 不過兩個月後 又恢復了 這個 我在看呢 若在惡難 惡跟難 困頓跟這種困難 包含身體疾病啊 境界順利啊等等 我每次看到這一句 我總是會想起我這位師兄 他真是大菩薩 了不起的修行人 好 說捨居家使 其實後面這一段 就講說 如果你前面 前面講是你在家修 你要注意好你的人倫 各方面 這些 你對外應酬啦 各種的 不同的場合啦 你要怎麼樣 安住你 安放你的念頭 都是在發願 但願在這裡的人跟我一樣 我們都用一種親近的念想 去維持正念 那從後面呢 說捨居家使 如果 有些人他有姻緣 他要捨居家 那麼就是要準備要出家了喔 說出家無愛心得解脫 那入生前南 生前南就生 生旅居住的地方 前南呢 出家人住的地方 好了 他進入這個出家人的生團 當願眾生演說種種 無乖真法 乖 乖是違背 就是說 他所演說的種種都是 這個佛陀清淨的法 無乖真正 不會違背 乖是違背嘛 是不會違背佛陀的教導的 這些善法 一大小師 不管你的根基 你是大乘小聖不同法門 當願眾生巧適師長 習練習 行修行 習行善法 求請出家 請求替度了 當願眾生得不退法 心無障礙 就是既然發心入道出家 永不退轉 脫去俗符 這已經到替度 要換出家人的衣服了 當你在換衣服的時候 當願眾生勤修善根 舍諸罪惡 這個鱷 這個鱷是一個木頭 我不曉得各位看過那個 牛跟田的時候 在它的這個井子的地方 不是一個木頭這樣彎彎的 跨在上面嗎 然後有這些繩索綁著這樣 那個木頭 跨著的那個 綁繩子的那個木頭 就叫做鱷 所以是車這邊 好 替度 替除虛法 這真是替除三千煩惱師 這個時候 當願眾生 永離煩惱 就盡極滅 濁加沙時 當願眾生心無所染 聚大仙道 大仙 就指佛 就聚足佛道的意思 正出家時 當願眾生 同佛出家 救護一切 好 後面三句熟不熟啊 一起念好嗎 智歸於佛 當願眾生 少龍佛種 發無上意 智歸於法 當願眾生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智歸於生 當願眾生 同理大眾 一切無礙 好 這個就是平常時我們在稱念的三歸一文 所以是依據華言經進行品 所選出來的經文 當然歸一佛的地方 這個我們一般念提解大道 是嗎 提解大道 然後發無上心 那這裡呢是 這裡是少龍佛種 發無上意 發無上意跟無上心是一樣 不過差別在一個是提解大道 一個是少龍佛種 所以經文的原文是少龍佛種 不是只求自己提解大道而已 提解大道之後 真正要做的 你作為一個修行人 少龍佛種 就是要延續佛法的 這個佛陀的法脈 不是修自己 出家不是修自己 不是自己提解大道而已 少龍佛種 把佛法的種子要延續下去的 這有一點點的這個差別 今天呢 講到三歸一這裡 好 我們就要暫停 因為後面的範圍還是要一個小時至少 或者一個半小時來講 所以我會跟社教主申請以後 不是下一周 下一周我不在 下一周是親民法會 所以再下一周呢 我在台灣講演 人間衛視錄影 然後呢就到美國講演還有講習 然後再繞回來 所以回來之後 已經是後面兩堂課了 我看看跟社教主怎麼樣來 這個協調一些課程 到時候再宣布要補一堂課 好 各位呢 這些跟你的生活有沒有關係 請各位做一堂功課 這裡一共啊 當願眾生 當願眾生 一百四十一怨 請各位 這個大部分都講 怎麼講 都是生活中啦 比如說你要刷牙的時候怎麼想 就絕陽之下刷牙 或者是洗手 以水這個罐掌 或者以水洗面洗臉 或者要沖涼了 就是洗澡怎麼想 或者上大禁小禁 就是大小便 這大禁小禁 這個時候怎麼想啊 他說 在方便的時候也要念嘛 念什麼呢 各位看第五頁中間這裡 大小便時 當願眾生 氣貪稱吃 捐除罪法 好不好啊 好 下一次你在方便的時候啊 你就要想 氣貪稱吃 排毒啊 這個才叫排毒啊 貪稱吃叫三毒嘛 這個一般人整天講三毒 都不知道真正的毒是什麼 這個後面還很有得說啊 所以我不想吵吵 本來想選幾句 但是我想每一句再講進去 其實都有一些是需要去理解的 那麼我說請這一百四十一請各位自己啊 因為距離下一次我再來上課 還要幾堂課了 請大家準備一堂 準備功課 自己寫下九句 把它補足一百五十 湊個整數了 寫九句什麼呢 至 若 若塞車時 不是 這不是我講 是你們喔 你們會遇到的 你們自己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要做的功課 若遇到你的什麼什麼境界 什麼什麼功課出現的時候 那你的心念要怎麼想 當願眾生 要如何呢 怎麼去引導去安放這個念頭呢 如果你可以如此的 每一個念頭 念頭接近戀心嘛 念頭在跑你看不到 境界裡你可以掌控 現在我遇到這個境界 那我的心念應該怎麼引導 當願眾生如何如何 你這樣子做就叫做善用其心 所以總的一句叫善用其心 分在生活裡頭 其實太多了 不是這一百四十一句 也不是只有一千四百一十句 給它加十倍百倍 都不足以形容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境界之細微之多 跟念頭之煩之雜 不足以形容 但比較粗大明顯的 我們就在那上頭引導一下 練習一下你的心啊 就懂得善用其心 就這樣子 如果你懂得這樣子練習 這個叫做every moment 明白哦 然後你可以成就一切聖妙功德 成就佛道圓滿佛道 是這樣的 所以 近習平不是只有給 剛剛出家的 在學習規矩的小沙咪的功課 不是只有這樣 他們剛入門 還不懂怎麼安放這個念頭 維繫正念 所以用進行品來輔助 但是我們居家修行也是一樣的 這個哪裡只是塞車啊 若起無名時怎麼樣 若生病病重臨終 若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境界 也不一定不好的啦 就算是好的吧 若得美食如何 若投資成功如何 這些順跟逆都叫做境界 是吧 當這些對近戀心喔 境界來了 這個念頭 應當如何 才可以做到善用其心 真的各位去 這個 其實喔 佛陀在臨入念盆前 歐南問的幾個問題 其中 佛陀您在的時候 您是我們的老師 您不在了 我們以後跟誰學 佛陀說 以戒為師 這句 以戒為師 再加一句 善用其心 你的修行 你有老師啦 但你的做呢 善用其心 把它這個 這個概念把它放在一起 一定修行成就 這個人勢必進步 進步就叫做改變 不停不停的改變 不停不停的一直 一直向上提升 這樣的修行 不會白費生命的 不會枉費此生的因緣的 我們今天用了兩個鐘頭 我也抓緊時間 都沒有給你們喘息 休息 但是我看你們也聽得 聚精會神 所以就故意忘記時間 大家好好學習 學佛是要把握 是要持續 是要堅持的 好 那麼好好的學習 我相信大家會進步的 我們先到這裡 阿彌陀佛 好 好